为什么西游记沙僧只是罗汉默有成佛?因为沙僧做了这两件事。 西游记中的佛神灵妖可谓是人才济济,其中以孙悟空以大闹天宫一举成名,上天下地君知这位孙悟空的大名兼别称其天大圣。 而诸八戒,大概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属于好吃懒做,偷奸耍华吧。 但实际上如果以战力来论,诸八戒的武力其实并不低。 在云战洞时,诸八戒与孙悟空有一场大战。 当时双方足足斗了六七个小时,诸八戒与孙悟空不分胜败。 后来,诸八戒提出自己饿了,双方休战了一两个小时。 在看沙僧,西游记老实的人,话不多,还总是那么机具,大师兄。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。 大师兄。 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。 沙僧的工作任务和孙悟空,诸八戒是一样的,负责消灭妖怪,保护唐僧,拾取经对武德已前进。 但沙僧跟随取经团队走了十四年,基本上就没他的神闷系。 最终西天取经成功,事成之后肯定需要论功行赏的。 唐僧被封为瞻谈功德佛,孙悟空他被封为斗战圣佛,诸八戒被封为敬谈使者菩萨,龙马被封为八部天龙广力菩萨,唯有沙僧被封为金身罗汉。 小白龙都当菩萨了,沙僧才当各罗汉,凭什么呢?最大原因是沙僧莫有什么贡献。 孙悟空一路上斩妖除魔,任劳任怨,诸八戒虽然有点尖懒缠滑,但是西行路上每逢有妖怪的时候他出力也不少。 就连小白龙,在三打白骨精以后,孙悟空暂时脱离了取经队伍,诸八戒和沙和尚都太废柴,导致唐僧被黄袍怪变成了老虎。 小白龙的为了救师父,有助知其不可畏而畏之的勇气,孤身滋杀黄袍怪,最后阙落得负伤而回。 而纵观沙僧,在西游记中只出手两次,还全都是为自己。 一,在流沙河时,沙僧和诸八戒先斗了二十回合,不分胜负,后来被观音收服。 二,在真假美猴王中,在花果山,沙僧陷到假取经队伍时,只一招就把假沙僧打死了。 可见身手是相当利落的。 两次都是因为自己被冒犯,全都是为自己利益,完全没有为团队贡献出一点力量,就连小白龙也曾在诸子国贡献出了自己的尿做药饮。 一个在团队没有做出贡献,没有价值的人,怎么能成为佛。 在佛教,阿罗汉,极自觉者,在大乘佛教中罗汉低于佛,菩萨,魏帝三等。 罗汉,仅仅是拯救自己的人。 而佛,是为了别人做出贡献,普度众生的人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唐朝豪放女傅初拍戏51岁夏文西洞灵有成外貌依旧美艳。